2008年的开幕式到底有多震撼 当奥运会场的灯光变暗 古老的日轨被点亮 随后化作一道星光直射地面的时候 2008名演员和2008尊佛 整整齐齐地出现在观众面前 随后这2008点星光 转变成了60秒的倒计时 在这一刻 现场9万多名观众跟着一起喊起了倒计时 自此开始中国北京奥运会 拉开了帷幕 2008名乐手 正齐化一地敲击着覆面 齐声吟唱着 有鹏字远方来 不易悦呼 这句古老而神秘的话语 在这一刻 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了 什么叫做震撼人心 什么叫做包罗万象 什么叫做大国风范 随后 又29个火焰组成的大脚印 沿着永安门 前门 天安门 一直走到了鸟巢的上空 这29步象征着29家奥运会的足迹 可这29步也隐藏着中国百年把式的心酸 但开幕式给我们的惊喜 还远远不止如此 在那个没有VR技术的时代 张艺谋团队 愣是把这个象征世界团结的五环标志 立在了所有人面前 时隔13年回头来看 依然忍不住发出惊叹 可这仍然只是一道开尾小菜 当这幅巨带的菌轴 在鸟巢物台中央展开的时候 我才知道 有些震撼 只能用脏话来表达 在这个长147米 换22米 总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画轴上 依次展现出了清明上河图 乾隆八巡万首图卷 等中国历史最有名的五幅长途 但随着琴声的缓缓消失 舞台中央开始浮现了 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 国字印刷术 当这些字模 跟随着音乐跳动起来的时候 观众再一次被征服 最终这些字模 全都连接成了一个盒子 以和为贵 天下大同 这种理念 恐怕外国人一辈子都不能理解 随后登场的 则是中国的传统国粹 戏剧 木偶 昆曲 敦煌飞天 每一次都能带给人新的震撼 而2008名功夫小子表演的太极 更上世界认识到了 什么叫做天人合一 但如此让人目不暇接的表演 仍然只是中华剩下 五千年文化的一个缩影 世界球 和平歌 是中国人对于和平的期许 宇航员 蓝济光 是中国人对星辰大海的探索 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也是中国人独有的信念 而当李宁脚踏襄云 飞天点燃主剧火 更使成为奥运历史上 一个永恒的瞬间 这一刻 让太多人热烈银化 抖音 5千年文化的火力 是中国人独有的 对星达有的 还是中国人独有的 未经许的火力 我们是中国人独有的